我會把那個上課的錄影 一樣會把它放在那個最新消息裡面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第八次上課會把它傳上去 上個禮拜講的其實會比較困難一點 尤其是204題的這一題 因為這一題的話裡面會牽涉到一些比較複雜的應用 包含就是什麼凍結窗格 OK 另外還有什麼交叉分析器 另外還有就是說篩選關鍵字 並且把那個什麼需要的資料做格式化條件 而且格式化條件上個禮拜最難最難的 其實就是最後一個部分 而且難度真的是已經是幾乎快破表了吧 因為寫完之後的公式 那真的是一次你要寫對啦 簡直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因為要寫出來這麼長的公式 而且要寫在哪裡呢 寫在這個設定格式化條件裡面的這個使用公式來決定 要格式化哪些儲存格 那當然我是建議 像我上禮拜講到的 不是一次就做完了 你可以分三 分四次也可以啦 我第一個好像是先解決這個問題 大於等於 就是好像是年的部分 大於等於2010的 然後再解決就是 就是那個什麼 這個什麼 借構號吧 然後右邊的字是6668 然後再解決這一個 這個是好像編號吧 編號是23跟24開頭的 OK 然後最後再把它用AND跟偶爾 偶爾就是說兩個 只要其中一個出現 那就幫我找出來 所以偶爾比較寬鬆 那AND的話是連擊 連擊是說一定要這個 而且這個 而且這個 而這個的話特別重要 這個是有兩個 反正意思是說 不管是這個或這個都可以 那一定是這個加這個加 這個或這個 OK 所以你會發現 光那個邏輯就會非常複雜 而且一次要寫正確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難 所以如果假如你未來遇到類似的狀況 你說老師他以後有沒有別的方法 這個方法我要一次做對不太可能 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讓我比較輕鬆的可以完成 所以呢 以這一題來看好了 所以還記得吧 最後我們在正照考試題2 204裡面的最後一題 題目在這邊 如果細節部分 各位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那這邊 如果你對於那個公式比較不熟悉 可能就是自己再花一點時間了解 其實他裡面考試就是考end跟偶爾 你會連擊 連擊是這個 偶爾和交期 然後還有right跟left比較簡單 就是取左邊算過來字 或右邊算 OK 然後最後把它做格式化 大概是這樣子 那總共會有三個條件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end是這個 這三個 然後偶爾的話是最後一個 要把那個公式給全部填正確 無誤的話 哇 它真的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所以上個星期 其實我們就是已經把它做出來 但是 有沒有別的更簡單的方法 跟各位講 那上個禮拜其實就是 主要是做這個 這個就是最後的結果 那 這個地方其實主要是 針對那個怎麼樣查資料 那那個資料的話是有條件的 所以它 總共是針對三個欄位的資料 哪三個欄位呢 其實就是這三個欄位 第一個好像是F F是年份 也就是它要找那個 2010年以後的 並且它的什麼呢 它的借構號是 後面是6668 這個6688 不知道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 然後呢 另外就是它的 書目開頭是23和24 所以三個欄位 一個欄位 年份嘛 一個欄位是借構號 一個欄位是數目編號 那這個比較特殊 23或24 所以你會發現 得到的結果 這邊就會給一個什麼 給一個這個底色啦 OK 那可是問題上 其實還蠻複雜的 那如果說呢 我今天呢 做完之後啊 如果你要把這個條件 給拿掉的話 其實就是 在哪個地方呢 常用裡面的設定格式化條件 如果你要把它拿掉 剛剛是新增規則嘛 那如果你要把它清除的話 有幾個方法 你可以整張清除 有沒有 這邊有個清除 或者管理也給 管理裡面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個規則 你也可以把這個規則刪掉 如果你把它刪掉之後 按確定 你會發現呢 它這個結果呢 就會消失了 OK 可是你想說 老師 那這個有點太複雜了 如果我要設定格式化條件來做 如果這有點太難了 以後我可能沒辦法 做出這樣的 那有沒有什麼 比較簡單的方式 可以完成這件事情 但是又 這是結果一樣 然後呢 又不會太難 如果啦 假如你要找資料的話 當然找資料有幾個方法 最常用的當然 最笨的方法用眼睛看 不過我想真的 你沒有那麼笨用眼睛看 2010 然後再看一下 6668 然後是不是 4 4就自己再把它 這個 選起來 然後用那個什麼 我先不要那個 隔山 隔太複雜 我用填一個黃色好了 類似像這樣 那如果假設你這樣做的話 哇 天啊 這應該是 不過啦 如果你沒有別的方法 我相信還是會有一些 比較 年長的 應該會這樣 我發現有一些人 即便用了電腦 但是他用的方法 其實還是 跟以前那個 紙本時代 沒什麼兩樣 那等於 那你用電腦 其實就沒有什麼意義了 甚至我還發現 有一些人 甚至還會把那個 電腦的東西 列印下來 然後再把它 key上去 我覺得這是在太 所以呢 你一定要懂得怎麼樣 利用 電腦所提供給你的便利 OK 不然如果沒有辦法便利的話 那這個東西對你來說 就是 就是一個 一個什麼 一個障礙了 算是一個困擾 所以盡可能把這個東西學好 以後 將來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所以幾個方法 我大概根據我的經驗 就我對Sale的了解 他可以做查詢的地方 其實還蠻多的 設定格式化條件是一個 然後另外的話還有 當然 稍微再比用人工聰明一點的 就尋找 不過尋找的話 他有一個比較沒那麼聰明 就是尋找的時候 他其實就是尋 比如說 可是他只能尋找你要的那個東西 可是如果是像這個 年 是大於2010 那沒辦法 你總不能說 2011找一下 2012找一下 不對 還有就是說 他找的方式 在選項裡面 還有尋列跟尋欄 比如說你要找是 往這個方向 你要尋欄 你要往右邊的話 是尋列 OK 可是他找出來 其實理論上 找6668應該是可以 找文字是OK的 但是找數字應該就不OK 6668 那比如說我游標 假設是放在這邊的話 有沒有 那你就把它尋欄 尋欄的話 他就尋這一欄 幫我找一下 那他會一直往下跳 找到一直往下跳 可是如果你要把它全部 匯整在一起的話 那可以找全部尋找 有沒有 全部尋找的話 他會幫你列表 找到了 你會發現其實也可以找到6668 然後6668 這邊會告訴你說 在哪個儲存格 內容是什麼 他會顯示出來 如果你要把這些全選起來 其實也沒有不行 你把這個地方找到的 我印象中你可以按 Shift鍵 然後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你會發現他會自動幫你選起來 也還是可以選 所以你會發現尋找 並不是這麼不堪實用 只是說他只能夠選一個東西 OK 一個目標 像我們這一題 有三個目標 三個欄位的話 那沒辦法 另外還有一點就是 他可以尋欄 也可以尋列 尋欄是縱向往下 尋列是橫向往右 OK 另外單一個是尋找 然後全部尋找 還有兩點列表 你可以把它全選起來 一樣 可以把你要的東西找到 OK 所以其實 尋找功能也還蠻OK的 只是說我發現 應該很多人不太會用 OK 好 那這個當然不OK之外 有沒有別的方法 另外還有如果你要尋找的話 除了說用那個尋找功能 還有設定格上的條件之外 其實最常被用到的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所謂的篩選 應該各位對這個篩選 不知道要熟不熟悉 這個篩選非常非常的重要 反正以後 你只要找資料的話 用它就沒錯了 而且我覺得 別的啦 如果是人文相關研究的 這個篩選 其實是 就已經非常非常足夠了 也就是說以後 如果你要做一個什麼 查詢的系統的話 比如說你要把 資料放進來之後 你要把 需要的東西顯示出來 其實用篩選就很夠了 OK 那篩選的話 有哪些地方要特別注意的 首先的話 它篩選 不會像尋找 只能夠尋找單一個關鍵字 你可以尋找很多關鍵字 而且它可以end也可以偶爾 連擊跟交擊都可以 要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我們先把游標 習慣上放A1 反正或者放在第一列 任何儲存格的位置就可以 然後按下篩選 那接下來的話 如果你要找到的是哪個資料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 它每一個 欄位名稱的右邊 都會有個箭頭 這個箭頭的話 指的就是你可以做什麼樣的查詢 其中的話當然有排序 這個排序我們略過 主要是這個 文字篩選 那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它裡面的資料是文字的話 它會出現文字篩選 可是它如果裡面的資料是數字的話 它會出現數字篩選 OK 那意思就是說 你說老師有什麼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你會發現文字它篩選的條件就是等於不等於 還有開始跟結束 還有包含 對不對 可是如果是數字的話 那就不一樣 它還包含大於等於 大於等於 小於等於 還有介於有沒有 所以數字 其實才可以比較它的大小 可是你有文字的話 就沒有辦法比較大小 OK 這點可能要特別特別小心 那你說其中還有一個什麼 數目編號 像這個數目編號 應該都是數字啦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 數目編號 它就會是一個數字 所以如果你將來 要針對那個 數目編號篩選的話 那你記得 你一定要把它當一個數字 給它條件 它才有辦法幫你把 你要的資料給找出來 所以如果以這個來看 假如說我要根據 上個禮拜 這個最後有沒有 這個條件 總共有一個 兩個 三個 那最後當然格式 我先不要用這麼複雜 我用黃色底色就好了 那如果不用上個禮拜的 這個 設定格式化條件的話 其實我蠻推薦 你們可以用什麼 所謂的篩選 這個篩選 真的還蠻推的 因為如果你用篩選的話 真的早知道 就非常棒 非常好用 所以以後的話 你以後 無論說你將來 出去外面工作 或者是說你將來 繼續當研究生 反正你一定會有 找資料的這種需求 如果你有找資料的需求的話 強烈建議 務必 把這個篩選功能 務必搞懂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 真的搞不懂 他真的要找資料 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不是 即便在社會上工作 你會發現很多人 其實還是不太懂 怎麼查資料 那怎麼辦 這很麻煩 所以 好我們來看 所以根據剛剛的這個問題 第一個的話 他這個 上個禮拜問題是 幫我找年 是2010以後的 而且包含 那怎麼找 很簡單嘛 先針對年份 下個條件 所以篩選完之後 你下個條件 條件部分的話 就是 他要2010以後 而且是要等於 所以應該是大於等於 所以 大於等於 2010 所以你就找到 年份 先把優標放在 A1 然後按下 資料裡面的篩選 第二個的話 就是按下 這邊一個箭頭 針對這個欄位做 下條件 大於等於 好了 所以你第一個 先找到那個 大於等於多少 大於等於 2010的 OK 當然他底下 還有第二個條件 你也可以加第二個條件 不過我們這個條件 就加2010 按確定 好 那你會發現 2010就OK了 而且 他這邊會有個漏斗形狀 表示說 你現在這個欄位 是有做篩選的動作 所以留下來的 就會是大於等於2010 所以你會發現 這年份 出現的應該都是 大於2010 應該沒有小於 2010的資料 沒錯 OK 好 第一個 那你說老師 我還有第二個條件 第二個條件是 它是 尾巴 於是 尾巴 尾巴 懈得 第二個條件 就是 尾巴 文字篩選 那當然我們前面是用right的 可是這邊好像沒有right 但是它是什麼東西呢 有開始與結束與 所以這個開始與 就類似於那個什麼 left函數 結束與的話呢 就類似於right函數 那包含的話呢 就類似於meat函數 OK 所以其實它應該夠用啦 我們用應該是結束與 6668 OK按確定 所以第二個條件要下下來了 有沒有 所以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它這邊第一個漏斗 第二個漏斗都OK的 好 那是不是6668 看一下對 尾巴好像都6668 沒錯OK 好最關鍵的地方來了 第三個條件 數目編號 開頭是要23 跟24 可是我要跟各位講一下 這一題最大的問題應該就是這個 因為我們 這個地方 它數目編號是把它當數字 那數字的話你會發現它沒有什麼 沒有那個開始 應該是開始與嘛 對 所以如果沒有開始的話 那變成說 你就 如果像23 跟24開頭的話 那就麻煩了 所以啦 如果假如說你遇到這種狀況的話 它沒有出現那個什麼 開頭是什麼 那這個時候你就要想到 你必須要先把這個欄位 它這個欄位 它裡面放的是數字對不對 那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我想到的方法 就是呢 我先把這個資料呢 先轉成文字之後再來篩選 OK 那怎麼樣轉文字啦 轉文字方法很多啦 其實 我想到的 是在旁邊這邊 先把它轉完之後再貼回來 或者反正其他方法 那怎麼轉 其實你可以插入函數 函數裡面有哪一個可以轉 比如說 我想要轉文字 或者你如果沒有答案 其實有的時候 你可以在這邊 打一個關鍵字看看 它有沒有 如果你實在不知道哪一個 函數可以用 我看是不是可以用 轉文字 打錯了 轉文字 OK 然後呢 你就按開始 看看有沒有推薦的 沒有 他是不是看不懂 轉字串 他是不是比較 轉 字串 OK 看看有沒有 他也沒有 OK 他理論上有的時候 你早早看有的時候有了 那我 根據我的經驗 其實應該是文字 在文字函數裡面 文字函數裡面的話 其實有一個 之前好像我們在 一年級的時候上課有用到 叫Test函數 這個是可以 其實Test函數怎麼知道 他其實這邊就 其實我應該打 那個轉換為文字 他應該可以看 他這個就是 他沒有像那個 像那個 CharGPT一樣 這麼聰明 CharGPT他會幫你切字 他才沒辦法 你一定要打轉換為文字 他才會出現這個 不然的話你在上面打轉換文字 應該才會出現 這個Test Test函數的話 他要怎麼用 基本上就是需要給 兩個參數 一個參數就是他的 Value 一個參數就是 Format 按確定好了 第一個 他的Value 這個資料 第二個的話 FormatTest FormatTest的話 其實 根據我們個觀察 這個輸入編號 到底有幾個字 2468 好像都八個字 OK 所以底下都八個字 所以如果八個字的話呢 我們前面好像用過了 八個字就是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給八個零就可以了 4 5 6 7 8 8個零 用八個零來表示 他是八 八個字 八個數字 然後呢 他就會幫我怎麼樣 把這個資料 轉換成為 各位有沒有看到 底下這邊有 很清楚的 他這個進來的話是前後沒有雙引號 有沒有 然後呢轉換過來之後的話呢 他就變前後有雙引號了 那就OK符合我們要的 不過好像我剛剛如果沒給這麼多 好像他也可以 只要給 給零就可以了 OK 所以 你們試試看 理論上當然 我的直覺 我的習慣是 如果有八碼就給八個零 5 6 7 8 OK 剛剛看到好像給一個零太OK 零的話指的是數字 所以他有可能是把那個整個當成一個數字放進來轉換 其他的話如果太多 反正他 這個我想你們自己再了解一下 理論上我給八個零 八碼就不要 按確定 向下填滿 那你會發現 轉換為那個文字之後還有一個特徵 就是儲存格裡面 如果是文字的話 他一律靠左對齊 他一律靠左對齊 可是如果是數字的話 一律是靠右對齊 那你說老師為什麼這邊沒有沒有靠右對齊 因為他裡面其實應該是有格式啦 他有自中 OK沒有 所以如果假 假如說啦 你把這些資料 把那個格式給清掉的話 清除格式 他一定就會靠右對齊 他一定就會靠右對齊 所以以後如果假設在完全沒有格式的狀態 如果假設那個數字 他是靠右對齊 那基本上他就是一個數字 如果靠左對齊的話呢 那他就是一個 文字 OK 文字跟數字 我前面講過 雖然你表面上人工 人看起來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Excel裡面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這個可能要特別特別的小心 如果你有這種概念的話 有這種敏銳度的話 那以後處理資料再查資料 就不會有查不到的問題 因為我發現很多 坊間很多人真的就是不熟這些東西 然後每天光處理這些東西就焦頭爛額 就找不到 明明眼睛看就是對的 但問題查就查不到 應該就是 這個什麼 形態問題 向下填滿 最後你把這個 轉完之後的話複製 並且再把它貼回來 我們用選擇性貼上好了 然後貼的話用只有那個值好了 再把它貼過來 意思是說你把它轉換完之後 然後呢 再把這個轉換的結果 再幫我 把它填回來 把它貼回來就對 所以選擇性貼上只有值 這樣的話就OK了 把它選擇性貼上 只有值好了 OK 值就123 或者你點這邊也可以 好那這一欄的話呢 基本上就 不需要了 把它刪掉 好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再來查 所以剛剛已經查了第一個條件 就是年份 有漏斗了 第二個是查 第三個的話呢 再查什麼 你會發現 它怎麼還是出現 是 文字篩 文字篩選 他還是 誤把它當成是 不對 底下好像 沒有 這邊怎麼還是 所以貼剛剛是沒有貼好 我再試一下 可能剛剛選的時候沒選 我再重新貼一下 Ctrl-Shift向下 OK Ctrl-C Ctrl-C之後再重貼 如果假如它上面沒更新的話 貼上 貼為什麼貼到這裡 變77底下都沒貼到 為什麼 Ctrl-C 還是說我把它全選 Ctrl-V貼上 誒它好像 只能無法再多個範圍 那我知道了 原來是 因為我們現在還在篩選狀態 所以我建議 請你把剛剛的篩選 這邊把它取消掉 取消的話就清楚 所以 如果你要做剛剛那個洞 有沒有 對 它如果是 在篩選狀態的話 那等於說只有針對 那些資料做一個設定 所以 記得啦 剛剛漏掉了 所以你乾脆就把資料篩選取消掉算了 先不要篩選 等到轉完 切完之後再做 所以這邊公式一樣再下下來 然後快點兩下 難怪 中間會有漏掉的部分 那底下的話呢就全部把它往下 把它填滿到底 理論上當然因為剛剛我們是有中斷了 所以沒辦法點兩下 現在的話就把它全部填滿 填滿完之後Ctrl-C 這個時候應該就沒問題了 Ctrl-V貼上 貼上的時候呢 記得把它轉換為直 OK 因為你現在貼是貼公式 轉換為直之後應該就正確了 然後再把這一欄給刪掉 刪掉完之後呢 那我們再 回頭做篩選 所以剛剛這個 把它Ending一下 這個應該是大於等於 2010 然後這個的話應該是 結束於 6668 OK 那這個剛剛撥K 不過現在 有沒有發現 現在因為它已經是 文字了 所以它現在變文字篩選 那就會有開頭 有沒有 開始於 這個東西 就出現了 所以啦以後如果假設了 你遇到像剛剛輸入的 你就要轉一下 轉換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就可以 拿來做一個 查詢開始於 開始的因為兩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是 23 還有第二個怎麼辦呢 你用貨 記得把它點貨 因為它End是兩個 都要一樣 都要成立 那我們用貨 貨開始於 這邊有沒有開始 有開始於 有沒有 24 也就是24 或23 這兩個都幫我找出來 按確定 好那你會發現 最後得到的結果就這些了 所以它其實就是要針對什麼 針對這一些給它填顏色 那這些什麼填顏色啦 一樣 你就把游標放在 這個 A1的下一個 然後Ctrl 7向右向下 選起來就對了 選完之後呢 你在常用裡面用遊戲桶倒一下 那顏色啦 我們就不根據證照考試 我們就給它一個顏色 就好了 因為這樣比較簡單 好那你填完之後 你全部都變黃的 不對 這個時候最後一個動作 把那個篩選取消掉 因為你現在還在篩選 所以 只有 你要的那些資料 有底色 其他 沒有的 什麼顯示 很簡單 就把篩選取消掉 怎麼取消 點一下就OK了 好那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它又恢復正常 所以 等於是條件符合的 目前就會被選起來 就這些 OK 那你說老師 可是我如果要把它恢復成 沒有 沒有選取狀態怎麼辦呢 如果沒有的話很簡單 反正你就把它選起來之後 再把那個油漆桶把它倒成無填滿就可以了 OK 那你說無填滿 可是如果 我要針對某個地方無填滿那怎麼辦 那待會再講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就是針對我剛剛講的 主要是 上個禮拜最後 這個最難的部分 然後 我們換個別的方法 不然的話 如果用設定格式號條件來做 那真的應該很多人會受不了 所以我 我建議你乾脆先轉 轉的話我剛剛是在這邊先插入一個TESA函數 然後TESA 0.000 OK 然後再 下那個條件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